由麥刀勞冠名贊助的2015年 东森新人王歌唱大赛 在经过了洛杉矶 旧金山还有纽约三地激烈的竞赛之后 最后呢只有12位的实力创将脱颖而出 8月23号这个星期六 就要进行全美总决赛 谁最有冠军项呢 马上带着观众朋友一起来看新人王快报 东森新人王等你来称王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的新人王快报 那本周新人王快报 最主要就是要跟大家来介绍 因为8月22号就是我们的全美总决赛 而经过三个多月不断地努力练习 然后还有晋级之后呢 接下来只剩下12位选手呢 可以来挑战我们的新人王冠军 拿1万美元奖金 那么这12位到底是谁 他们有哪些奇特之处 我们首先呢就要从纽约赛区来说起 为什么呢 因为纽约决赛呢 可以说呢是最早比完 理所当然的这三位晋级者 他们是最有多的时间 可以来准备好每一首歌 而这三位呢分别是两男一女的组合 他们是车池 陈信荣 以及张忠军 那么首先就来谈谈车池这位 他呢顶着一个西瓜头 那带着一个大大眼镜 看起来就像是学生一样 没有错 他就是一位学生 而且他的兴趣呢 是喜欢唱卡拉OK 那么他呢在决赛时候呢 当时呢是选择台湾歌手 也就是蔡敏佑的 我可以这首歌哦 如果大家还印象深刻的话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他的精彩表现 好下一位我们就要介绍 纽约赛区唯一位女性 陈信荣 那么如果大家还印象深刻的话 他头发呢是极尖 而且呢 他有一个大大的眼睛哦 所以呢 大家一看到 诶 舞台上就对他印象深刻哦 而他在纽约赛区决赛的时候 选唱的歌曲呢 就是叮当的蔡普臭 哇 这个是铁肺歌手的歌诶 他有办法能够驾驭吗 诶 果然他真的可以驾驭哦 因为呢 他的特色呢 是由美声美音 这个奇特组合哦 所以相当的美妙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他的精彩歌曲 忽冷忽热的温柔 是你的借口 好 前面两位都实力坚强 那我们的张忠君怎么办呢 诶 不用担心哦 因为张忠君呢 他的脸呢 长得是有一点点的粗犷豪迈 不过呢 他的音质 以及他的歌声呢 哇 竟然能够驾驭张信泽的白月光 诶 所以呢 也因此呢 为什么他能够在纽约赛区的时候呢 诶 一举呢 拿到晋级的机会 所以我们也来回顾一下 他的精彩表现 好了 一口气 看了三位纽约赛区实力坚强的好手之后 大家是不是会很担心 洛杉矶的六位好手可能都没有办法赢过呢 诶 不用担心 因为呢 第一位呢就要来看一下 我们的韩杰明 他是道地的美国人 而且呢 他不只英文唱得好 中文唱得好 甚至连台语歌 哇 一样是唱得吓吓叫哦 所以呢 如果大家印象深刻的话 我们也来听一下 他的台语歌是唱得多好听 好 看完了前面几位歌手的精彩表现之后 观众你是不是真的很不想错过我们的全美总决赛呢 如何现场观摩 诶 首先呢 你就要先拿到这个票 那这个票怎么拿呢 你就要打电话到我们5818899到东森美洲台前来登记 你就可以在当天呢 直接现场锁票就可以进去了 那么这锁票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呢 我们新人王呢 不止呢 有冠军哦 可以拿到1万美元的奖金 那么你只要参加呢 其实也有机会拿到精美的小礼品 而且呢 现场还有4K大电视哦 可以给你有机会凑得中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还有我们的音乐总监陈以同呢 他也会在现场来演唱 他全球新发型的单曲哦 叫做Black Check 也就是空白支票这首单曲歌 所以呢 这么多精彩的组合以及表现以及表演 您千万不要错过啦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新人王快报 动盛新人王 等你来称